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伙伴 动物好伙伴 爆竹声钟就碎除 动物好伙伴送祝福 五年春节到了 我代表我们动物界所有的朋友们 他们有可能不同意 不过没关系 嘿嘿嘿 我就是要祝大家健康吉祥 在五年都能像我们的鼓歌一样 鼓鼓声威 今天是大街初二 我感觉大街小巷都喜气洋洋的 我们动物好伙伴 也要送给大家一首欢快喜庆的歌曲 让我们一起唱起来 嘿 让我靠近你 可别闹脾气 让我了解你 怕短想象秘密 嘿 让我靠近你 可别闹脾气 让我了解你 怕短想象秘密 Together Together We ar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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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ogether 好伙伴我和你 好伙伴真神奇 好伙伴在一起 好伙伴不分离 好伙伴我和你 好伙伴真神奇 好伙伴在一起 好伙伴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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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是不是非常好听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成语猜猜猜猜之旅了 散猪游戏 我喜欢 哇 哇 这里可真美啊 哇 原来是来到了成语花园 是啊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 猜成语 学成语了 婆婆 你说这个成语花园 我们来了很多次了 美是美 就是没什么人 感觉有点冷清 也是 这么美丽的地方 应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解锁运动图标 了解东奥项目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 猜猜猜 瓢虫先生 你好 妈妈呵呵 你们好啊 瓢虫先生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是啊 好期待啊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 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大哥要办一个展览 展示自己收藏的树叶艺术品 可是 只有一个小伙伴来参观展览 大哥 我来参观你的展览了 太好了 呵呵 你来了 大哥 你珍藏的标本都很不错嘛 是啊 但是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呢 我知道了 大哥 现在是夏天 森林里 可是一点都不缺叶子的 可我的叶子标本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 还有很多 不是珍惜叶子呢 我来想想 我有一个办法 不过 你不能着急 还好呀 我不着急 只要大家愿意来看就行 嘿嘿 你说 可可可 你找我有事吗 阿卡 明天大哥 明天大哥要在家里举办树叶展 麻烦你帮我把邀请函给大家送去 好吗 没问题 我马上就去通知大家 爆炸性消息 爆炸性消息 何何家要举办大个儿的树叶展了 开中珍惜树叶 还有幸运礼物哦 陪报炸性消息 好 好 呵呵 你说 要是今天没人来怎么办啊 那我们的准备 不是泡汤啊 放心 不会的 瞧 时间到了 呵呵 我们来啦 我要看看那片 古老珍稀的树叶 我们都来参加树叶展啦 树叶展啦 太好了 这么多小伙伴都来了 哇 好多 没有见过的树叶啊 请大家尽情参观 哦 快看 喂喂 让我进去 我都等半天了 哥 还有我 我也在排队呢 你接五个气气 再等会儿 我看完了 你们可以进去了 呵呵 还是你的办法好 大家原来并不知道 你办的展览 是这么有特色 那么丰富 现在知道了 当然要来看啊 朋友们 请猜时间到 这就是我珍藏的树叶标本 大家来猜猜看吧 哈哈 我知道 这是银杏树叶 银杏树 号称树木中的活化石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呵呵 神秘礼物是什么呀 在这里 这就是神秘礼物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大哥 你的树叶展明天还展出吗 我还想来看 我 我也想来看 我也想 我也想 当然了 只要大家想看 我可以一直展览的 那我后天再来 大哥 到时候 你能教我 认识每一种叶子吗 非常乐意向老 哈哈 谢谢你 呵呵 还是你的办法好 这样每天都有伙伴们 来看树叶展了 有阿卡帮我们做宣传 还会有更多的朋友来看的 看展览 长知识 大哥 你看大家聚在一起 多热闹呀 哈哈 好了 故事看完了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可解锁一个北京冬奥会运动项目图标 并简单了解这个运动 如果没有猜出正确成语 那就请下次努力 哎 我想到一个词 热闹非凡 哦 这个词真的很适合形容那天的情况 哦 朴虫先生 热闹非凡对吗 啊 热闹非凡 确实是形容热闹的场面或景象 但是 很遗憾 这个 不是成语 啊 那 飘虫先生 你还是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嗯 嗯 飘虫先生 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你们看好了 这里有十个汉字 其中有四个字 可以组成一个成语 你们把这四个字挑出来 就可以咯 上 下 门 停 若 前 后 上下前后 不对不对 那不是成语 我能组一个成语 那你来 门 停 若 是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门停若氏这个成语 包含了一个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故事 是说 齐威王让全国所有的人 都可以当面向他提意见 结果 朝廷门口和院子里挤满了人 像集市一样 哦 原来成语都是包含了故事的 是的 大部分的成语 都因为包含一个故事 而让这四个字的词语 能够表达更多更深的含义 瓢虫先生 我们猜对了成语 是不是可以解锁一个冬奥运动项目的图标了 是的 别着急 图标马上出现 短道速滑 短道速滑是在周长111.12米的赛道上进行的滑冰比赛 由于比速度滑冰的400米赛道短 因此被称为短道速度滑冰 短道速滑虽然是个人项目 但是实质是考验人与人之间战术配合的体育比赛项目 短道速滑是我国传统优势项目 我国著名运动员杨阳 王蒙 五大靖等 都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得过世界冠军 恭喜你们成功解锁一个图标 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毛毛你怎么了 为什么叹气啊 想起刚才打乒乓球 输给了小福 我就生气 那没什么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那为什么我一直败啊 我俩明明是一起学的打乒乓球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解锁运动图标 了解冬奥项目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 猜猜猜猜 飘虫先生 你好 飘虫先生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是啊 希望接下来的故事 能让我的心情好一些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 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天气变冷了 小伙伴们一起到河边玩 发现河面已经冻得结结实实了 像一个大大的溜冰场 太好了 大家快来滑冰吧 我上去也可以吗 没问题 可是我不换滑冰 我也不会 万一睡个大屁端 多疼啊 滑冰很简单的 来吧 大家跟我学 你们先试着站在冰面上 站稳后 膝盖微微弯曲 滑冰 我 滑冰 请来呀 喂 滑冰 我们也来帮你 滑冰确实很好玩 我感觉自己像蝴蝶一样 快飞起来了 当然 等你学会了 会像流星一样 大家都学得那么好 只有我 连站都站不稳 萌萌 下次你要教我拐弯哦 我想学习冰上飘移 没问题 都包在我身上 我该怎么办呢 小鸟 你怎么起得比我还早呢 这虫子呀 我飞得比别人慢 所以就早点起来 这样 我就不是 做得最少的那个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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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奶奶家了 来吧 哎 大家快站成一队 咱们今天练队烈滑 嗯 哈哈 要不这样吧 你先去一边练习一下 啊 不然又把大家都撞倒了 对不对 嗯 太乘了 呵呵 你滑得可真好啊 是啊 几天不见 你的进步可太大了 对啊 呵呵 那天你连站都站不稳呢 怎么突然就滑得这么好了 我学得慢 不想拖大家的后腿 所以每天都很早就来练习了 呵呵 你可真了不起 呵呵 真棒 既然大家都学会了 那我们就一起滑冰吧 好嘞 出发 看了这个 我才知道原来你为了学滑冰 自己偷偷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啊 是啊 我就是看到那只飞得很慢的小鸟 每天都比别人早起初去捉虫子 受到了启发 嗯 那这个成语 我们要不要也让瓢虫先生 给我们一些启发 嗯 好啊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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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扭吗 慢鸟先飞 是有点别扭哈 好像有个成语叫 笨鸟先飞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笨鸟先飞 瓢虫先生我们猜的对不对呀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笨鸟比喻能力差的人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能力差的人做事 比别人先动手 是的毛毛 我觉得你要想打乒乓球 胜过小福就应该笨鸟先飞 每天早晨早早去练习 总会有一天会超过小福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笨哪 你你是很聪明 但是你也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比别人强吧 在自己的弱项上就要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 你说的也对 我要做到聪明鸟也先飞 哈哈 一定要在打乒乓球上超过小福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解锁图标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咯 速度滑冰 速度滑冰简称速滑 是运动员在规定的冰场上和规定的距离内 进行滑行速度比赛的项目 比赛时 运动员在四百米冰上跑道互相竞争 这是一项历史最悠久 开展最广泛的冰上运动 恭喜你们 成功解锁一个图标 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猫猫 你去看森林摄影展了吗 没有呢 听说特别棒是吗 你去看了吗 是的 我去了 真是太棒了 咱们森林小伙伴们都太有才了 都有什么好作品呢 有爱丽芬拍的大草原 有琪琪拍的满天繁星的夜景 还有星星拍的自拍照 星星居然还把自拍照也送去展览了 给我 橇行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 指数不多故事不少 解锁运动图标 了解冬奥项目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 猜猜猜 条虫先生你好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 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温暖的春天不过整片森林 这么好的天气 小伙伴们终于又能出来 尽情玩耍了 好清爽的空气啊 春天终于来了 冬天又冷又无聊 我在家待的骨头都软了 是啊 还是春天好 可以尽情活动筋骨 伙伴们 你们不觉得这里缺点什么吗 缺什么 你们看 过了一个冬天 空气变得光秃秃灰秃秃的 看着一点生机都没有 对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种点花 来装扮一下空地 有道理 我们去找小夫帮忙 他常常去森林外 一定能找到最漂亮的花种子 我走啊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贝贝 你也想种花是吧 走 我带你体验飞的感觉 回来了 小福回来了 小福 你带回了什么花种子 好多种呢 你们看 已经按照花的种类分装好了 这么多种子 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个了 种这个种这个 结白美丽的勺药 可以把空地装扮得超漂亮 白色 那不是没有颜色吗 要我说 紫红色的机关花才是最美的 它具有高贵神秘的气质 你们说的都不行 就做茉莉花吧 又香又好看 还能做茉莉花饼 项如葵才是最漂亮的 你们想想 空地上开满项如葵 像满地太阳一样 其实 这么多种花种 你们可以多挑几种啊 我就选白勺药 不行 必须种紫色机关花 别的都不须种 我觉得 这些花都很好看啊 不必要非得 听我说 种茉莉花费美辣 种项如葵 成片的项如葵 果果 你想种什么 嗯 我也没想好弄 好疼啊 完了 这下去分不出来了 惨了 惨了 空地上一定会变得乱七八糟的 也不一定哦 这么多种花 一起生开 简直没上天了 没想到 空地变得这么漂亮 要是当初我们就种一种花 肯定不会这么好看 是啊 还好小福把花种的都撒了 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所以说 五颜六色多姿多彩才是最美的春天 小伙伴们对于种什么花 小伙伴们对于种什么花 讨论的很激烈 是不是七嘴八舌 不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他们吵得不可开交 谁都不同意别人的意见 应该是固执己见 你们的方向猜的不对 我题目里是让根据最后的结果总结成语 你们再想想 开始他们都炒的种一种花 但是最后却得到了各种花都有的一片花海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百花齐放 对啊 那片草地什么花都有 就是百花齐放 瓢虫先生 对不对啊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百花齐放 原因是说各种花卉一起开放 后来就经常用来比喻 艺术作品的风格和形式多种多样 自由发展 大家都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对 什么 和和 你说什么对啊 我是说森林摄影展 就是这个意思 百花齐放 哦 其实我问你摄影展的事 就是想问问 你有没有看到我送去展览的那幅作品呢 嘿嘿嘿 毛毛 我看到了 刚才我还想谢谢你 你拍的是我的肖像 嘿嘿 特别鲜艳 因为完全是黑白的 哈哈哈 是的 呵呵 我觉得只有黑白照片最符合你的特色 哈哈哈 所以真是各种题材 各种风格的摄影作品都有 明天我们一起去看吧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结束图标 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喽 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 又被称为冰上芭蕾 是一厢运动员 穿着冰鞋 随着音乐在冰上习武的运动 花样滑冰 可以说是滑冰运动 和舞蹈艺术的完美结合 有很强的观赏性 所以 花样滑冰 拥有大批忠实的爱好者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恭喜你们 成功解锁一个图标 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我们最近 真是学到了不少新诚语 而且咱俩配合得越来越好 猜得越来越快了 嗯 是啊 毛毛和和 你们好啊 瓢虫先生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是啊 好期待啊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 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河和哄虎歌正在小路上散步 河和虎歌正在小路上散步 河突然听到前面嘈咋的声音 很多小伙伴聚在一起热闹极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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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等等阿卡 你这么着急要干嘛去啊 爆炸性消息 300一年一度的马拉松大赛就要开始了 欢迎报名参加 太好了 去年的马拉松你得了冠军 我得了亚军 今年我可不会再让着你了 我不需要让 我们凭实力说话 走 我们报名去 爆炸性消息 爆炸性消息 虎哥和赫赫要参加马拉松比赛啦 虎哥 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们一起野餐 晒日光浴啊 不了 我今天还得再跑两圈才行 天气这么热 虎哥 你可要注意身体 别中暑啦 谢谢你们的关心了 我继续训练了 加油练 虎哥你是最棒的 虎哥还真是认真 虎哥 怎么了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给每位参赛选手都准备了一份马拉松大礼包 希望你明天比赛可以取得好成绩 可别小瞧它 里面有一双新型为你定制的跑步鞋 还有我为你准备的毛巾 运动水杯 你们想的真周到 我自己都没准备这些呢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我一定会加油的 加油 欣欣说给每位三菜选手都准备了大礼包 你们都没有吗 我不需要 去年我就什么都没有一样得了冠军 欣欣给我准备的鞋太丑了 还是我自己的梯子更好看 那个大礼包太沉了 我觉得会影响我的速度 大家注意了 各就各位 预备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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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呀好痛 水 我想喝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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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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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冲刺了加油 哥哥加油 哥哥加油 哥哥就在你后面 加油 猪 爸爸 爸爸 让我们欢迎 打破了记录的冠军虎哥 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大家 这次能得冠军 我最要感谢的 就是我的朋友们 对我的帮助 谢谢你们的大礼包 真是帮了大猫 我有一个想法 肯定对 还特贴气 快说快说吧 虎哥是什么 虎哥是运动健将 不是 虎哥是什么动物 当然是老虎啊 作为一个运动健将的老虎 又有了各种特别棒的运动装备 就好像是 如虎天一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耶 如虎天意 就是像老虎 添上了翅膀 一般用来比喻 本来就很强有力 又增添了新的助力 变得更加强有力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结束图标 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咯 冬季两项 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相结合的运动 比赛时 运动员要搅穿滑雪板 手持滑雪杖 携带枪支 沿标记的滑道 按正确的方向和顺序 滑完预定的全程 每滑行一段距离进行一次射击 最先到达终点者获得优胜 冬季两项是由远古时期 北欧人冬季狩猎活动演化而成 又被称为雪地上的战争 今天真是学到了不少成语 还解锁了很多北京冬奥会的运动项目图标 了解了很多项目 是的 收获满满的一天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了 家庄先生再见 再见 下周再见